嗨 大家好 又到了今天晚上的大屏分析的時間點 昨天有一個粉絲他就說 波浪理論是不準的 趨勢線才會更準 但是我昨天已經跟你們大家說了 我分析之前我已經說了 我說這個大盤我們是要每天的去分析 大盤它的走勢 我們股市上的走勢 實際上它是根據我們的市場上的所有的客戶群體 主力 散戶 所有的人的籌碼聚集在一起 每天都會有變化 受我們國家所有的客觀的各種因素的影響 產生的一個結果 它才會有橫盤震盪或者是上漲或者是下跌 絕對不會因為我們的一些分析的數據 或者是什麼樣的理論 然後就會能夠非常準確的知道 明天就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其實是不對的 我現在要重申一遍 就是我給大家分析的 只不過是一個我根據我自己以往學到的波浪理論 趨勢圖線分析的MACD 還有就是KDJ 成交量等等學到的所有內容 然後具體的結合在一起 輔助信我們當天的一個信息量 上升指數的10盤的一個走勢的一個情況 然後得出的一個輔助性的一個分析趨勢的一個走勢的一個預判 絕對不是等於明天就一定是怎麼個樣子 只是一個預判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清楚的了解 我在上面給大家講的這個大盤分析的一個方向的一個目標 目標的理論點 然後我個人為什麼既然講的這些東西 它都不一定會實現 為什麼我還要講 那因為我喜歡分析大盤 對吧 我也喜歡我們的A股 我也看好我們的中國的股市的市場 因為我們的中國在發展 美國的納斯達克 他們的股市都不停不停的上漲 都沒有封頂 那我們中國的A股同樣 現在中國是在發展當中 肯定也會有蓬勃發展 股市也會跟著一個國家的經濟 所以我個人是看好我們中國的國情和中國的經濟發展 因此我對我們的A股也是很有信心的 我認為應該就是震盪上行的 即使是有跌 它也是一個技術性的一個修復調整的橫盤 絕對不會有什麼大跌 因為股市這個行情 它是由我們所在的一個國家的一個行情 經濟的一個發展的前景來決定的 所以我自己對我們的A股是非常的有信心的 然後接下來我們說到了昨天 我給大家預判的那個 我預判的那個A股的上陣指數的一個走勢 就是當時是說我們還要震盪幾天 然後才會往上衝 這個是預判是沒有錯誤的 但是我們的預判 無論是波浪理論或者是數據分析 要根據我們每天的盤面 還會做出適當的一個調整 對吧 然後今天我也要給昨天我做的一個預判 做出一個稍微一點點的更新和調整 但是具體的大方向是沒有變的 大方向是沒有變的 接下來我還要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我之前說的 我有兩個建立了兩個群 一個是基金的ETF的精選基金的分析群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優質低估值 優質股票的一個分析群 這些群呢就是屬於是一個會員的群 但是呢並不是像別的那些大於大卡的樣子 給大家推薦股票 大家不要理解錯了不要誤會啊 我呢就不會給大家推薦什麼股票基金 建這個群的一個目的呢 只是為了跟大家互動 通常來購入 seriously capitalism 永辣 在